人有见识 久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箴言十九章十一节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智慧 让我在与别人相处时 能够用上帝的眼光 去看待一切人事物 求你赐给我谦卑的心 让我不主观、不自我 面对别人不同的意见 我能够有包容力 并且虚心受教 主啊 求你扩张我的眼界 让我有件事 就不轻易发怒 并且能够宽恕 别人的果实 求主帮助我 让赞美成为一种 习惯和生活方式 用生命的成长和突破 来见证神的荣耀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